把它贴上 其实这两段在云端上也有 OK 那我先做一下结果 反正就是插入函数这个前面有讲过 这边会出现一个使用者定义 然后我们会出现两个 一个是乘积函数 这个乘积函数就是跟我要平均乘积 那我给他平均乘积 他会给我合格不合格 不过 因为这个底下多一个这个 这个等一下可以删掉 向下填满 OK 合格不合格 跟这边应该是一样的 或者是那个什么 不是合格不合格 是 那个ABCD的话有个乘积多重函数 一样给他一个 这个平均乘积 他回来就不是合格不合格 而是ABCD 结果应该会是跟这边一样 OK 其实只是做法上 一个是Sup 一个是Function OK 两者差异 那前面有讲过一 还记得吧 Function 怎么做 第一个的话一样 我们先把这个先删掉 假设我们从头来过 第一个的话 我这个先拿掉 就这样 第一步的话一样是插入什么 程序 然后名称 就是给他叫乘积函数 这个字 然后 选择Function 按确定就好 因为我这边已经有了 我就不点 OK 确定 那第二步的话 本来这边空的 所以你按确定之后 他会自动帮你产生 这个东西 不过其实未来如果说你假设 不要从上面 你自己也可以打 你可以打个什么 Function 不过你要拼对 Function 空一个 击击函数 你也可以怎么样 这边 你就不用再打 你就这边按Enter 他一样会帮你出现 Enter function OK 这样也可以 你也不一定说一定要从上面 只是说我一般习惯还是教你们这样 你反正就记个动作 然后再来的话会跟你要什么 要一个 东西叫做平均成绩 所以基本上的话 后面 我们就是把什么 平均成绩 这个栏位名称 放到这边来 不过好像上个礼拜有同意问过说 这个名称是不是要一模一样 其实不一定 这个名称你也可以叫别的名称 用英文也可以 那边不match 没关系 只是说一般这样比较好认 OK 然后他跳出来说请你给我平均成绩 可是他平均成绩过来之后的话你要做什么 一样做逻辑判断 所以if 后面的话if if什么呢 如果 你的平均成绩 所以这个平均成绩一般习惯我会怎么样 把这个平均成绩 如果 你的平均成绩 这边空白一下 假设是大于 等于60分的话 空一格 所以特别注意 以后 做逻辑的动作都固定 if什么条件 空一格 然后enter两下 打一个 and if 先else 如果有 两重的话else enter两下 再打一个 and if OK 也就是说如果你是一重逻辑 就没有else 如果你是两重就多一个 这个是true 这个是false 如果为true的时候 如果他给你的80分 好了 OK 那应该理论上他有没有大于等于60 然后你就怎么样 要 返还一个结果给他 返还给谁呢 特别注意 要把乘积函数这个名称 放到前面 意思就是说我要会丢给这个方选本身 那方选再把这个结果放在储存格里面 就完成 这边的话等于什么 等于合格 这边我们就把合格两个字打上去 反之的话呢 就不合格 反之的话呢就是把这边复制过来 加一个步就可以了 OK 理论上就这个最后结果就是 乘积多重函数怎么写 1一样把它复制 其实跟刚刚上面改的还蛮像的 那 顶多是说这个名称不一样多重 那名称改的时候记得 底下这边也要跟着改 这个名称都要改 这个底下因为 他要丢给谁一定要 丢给他跟他上面这个名称 方选名称一模一样 你不能丢错 因为之前有同学改的上面忘了改下面 那就完蛋了 回来就是零 什么都没有 OK 那一样的方法 改的方法跟这个蛮像的 有没有 大于等于80分的话 那就是A 反之呢 所以你会发现 改的方法 这个剩下就低了 那怎么办呢 跟刚刚一样 复制 Enter back到前面去贴上 然后这边把它改 开头叫Alsif 然后 然后这个改成70 这边改成B 然后再把这两行 复制 再贴到下面这边 back到前面去 贴上 然后改成什么 改成60 剩下就是B 所以它有点像一个过滤器 反正如果80也没有 70 70也没有 60有了就C OK 类似像这样 就一层一层的过滤 好那过滤完之后的话 剩下就是 去 try一下 应该理论上就OK了 所以请各位试一下那个 制定函数 一个是乘积函数 一个是乘积多重函数 那最后做完的那个结果 云端上其实就是这两段 应该OK 那这个做完之后的话 请各位再试一下 end 跟偶尔 特别说end是什么 end就是说如果你的条件不止一个 有一个以上的条件 而且end是交集 交集就是一定要两个都为true 才为true 另外一个是偶尔 偶尔的话是或 就是如果有一个以上的条件 两个好了 那你终于叫偶尔 这个或这个 只要其中一个为true 就为true了 OK 这个逻辑 非常就大概这两个常用 另外当然有个nut 所以我们这边底下有个什么 end 有没有 偶尔 爱个nut nut就相反 相反就是 如果是true就加个nut 变成false 为真的变成不是 就变否 不过跟各位讲 nut我非常少用 而且我非常讨厌用nut 为什么 因为本来对的你又把它加一个反的 请问 你是否 不喜欢 不好 反而就是一直一直不反过来 然后一直绕圈圈绕圈圈 就跟 之前那个公投那个很像 就是你看完之后 到底 我到底要比较同意还不同意 最后你也搞不清楚 到底你是要同意还是不同意的 OK 就是一直绕圈圈 所以我很讨厌用nut 但是是可以用 只是说要 很小心用 否则最后你 答案对还是不对 你根本逻辑你层次也写不下去了 OK所以大概 end的话就交集什么意思呢 两个都要为true 就才为true 比如说这个 他烤鸡 要是符合标准的话 yes或no 比如说 他的什么呢 销售量要20以上 而且销售金额要 8万以上 才为true 才为yes 输出yes OK 那我们可以怎么 这边的话呢就可以用那个 我们的那个一幅逻辑 逻辑里面的话 特别注意就是 第一个呢 他要能够这个销售量 所以这个销售量 那当然有两个条件怎么办 特别注意 一般我的习惯是这样 会外面加一个and and 钱刮胡 然后第1个条件逗点第2个条件 后面后刮胡 第1个条件是什么and 这个条件如果大于 20的话 而且 第2个条件 销售金额要大于8万 那这个业务 成绩 才会是ok的 才是yes 反之就no OK 所以我们就简单一点 true的话就打一个y好了 false的话就打一个no yes或no OK按确定 那你会发现他考评到底 不ok 这个是no为什么 他这个刚好20 这个6万是不ok 所以这边的话这两个不ok 这两个好像都没有 如果你今天改成偶尔的话就只要一个 一个ok就ok了 所以这边的话 如果你要改成 或的话 那你就是这个开头改成或就可以了 and是两个都要为true 偶尔就只要其中一个为true就ok了 那条件当然不止一个你将来 这边还可以在逗点一直逗点下去 不过理论上一般没有那么多个啦 大概两三个就很多了 ok 所以这个请各位 练习 那偶尔的话呢 其实类似 或的逻辑 蛮像的 所以也许从这边去练习ok 这边偶尔的话就是这边可以把它改成偶尔 偶尔就可以了 偶尔 按确定 ok然后向下填满 不过你会发现 结果好像一样 因为两个好像 都都没有 那你可以试试看 用偶尔 ok了 画面先还给各位 试一下 就是制定函数部分的话 先 等于有点是 半复习 那里面的话呢 就是多那个逻辑判断 那特别注意 那个逻辑判断 在VBA里面 扮演的角色 非常的重要 如果我以那个 一个打个比喻 那个一个电影里面 那个复回圈 有点像是男主角 那逻辑判断呢 就可能就像 那个一个女主角 通常一个城市里面 通常一定需要有个男主角跟女主角 所以将来你们写城市里面 应该都会有复回圈 应该也都会有那个逻辑判断 至于写法的话 那当然逻辑判断就是 主要就是一重两重多重 那再来顶多就是加上end跟偶尔 其实大概 就足够在你工作上做大部分的判断 我看了看去我觉得好像这样已经足够了 剩下来的话 只是说你要把这些 城市语法 要把它写熟练 你就有办法再去做一些 其他的那个应用 OK 好 那 请各位 试一下这部分 好 好 谢谢观看